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范例三 车子的过弯 那车子的过弯需要向心力 向心力是一个角色 它可以来自正向力 可以来自绳子的张力 可以来自摩擦力 可以来自万有引力等等 只要这个力是指向圆心 指向法线的方向 那就可以作为向心力 那么今天这个车子在过弯 它所需要的向心力 就是由摩擦力来提供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跟前面的做法类似 我们都要对这个车子 画出它受的所有力 它有受到重力 那还有受到正向力 跟地面垂直 跟接触面垂直的正向力N 那它的转弯的圆心 应该是在右边 对不对 要过弯的话 应该是这样做 那它就应该要有一个向心力 指向它的圆心 在指向右边 那这个力就是我们的近摩擦力 还有没有受别的力 就没有了 就这三个 那这三个看起来呢 刚好就可以对着X轴和Y轴 X轴我们可以设定是水平 水平方向 Y轴可以设定是牵直方向 那牵直向合力为0 N和NG平衡 因为它并没有向上或向下的加速 它水平方向就只有受到静摩擦 它就是这个静摩擦作为向心力 好那第二 所以我们才会说 它是由这个静摩擦力来作为向心力 那B选项呢 应该说先看A选项呢 A选项是对还错 是不对的 因为它没有滑动 没有滑动的话就是受到静摩擦力 不会是受到动摩擦 好那接下来B选项 回转半径要大于30公尺 为什么 为什么回转半径要大于一个数值 因为各位如果有一个骑脚踏车的经验 如果你转得太剧烈 就会摔倒 或是说 想象一下机车或汽车的过弯 如果冲得很快 那能不能很顺利的急速过弯 就没办法 你就会冲出去 那这就是我们的曲率半径的概念 曲率半径R 是跟数率的平方成正比 跟向心加速度成反比 来自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来自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R分之V平方 这样子 好那 所以 B选项说 这个转弯的半径呢 要大于 等于30 意思就是说 这个向心加速度 有它的最大值 因为它的速率已经固定了 速率就是 时速54公里 在时速54公里的情况下 加速度最大 允许多少 那这个时候 就会有 最小的 转弯半径 或我们可以说 加速度最大的时候 R最小 根据 上面的关系式 所以 最小 他问说 最小是不是30 那就要问一下说 加速度最大 是多少 加速度会有 最大值吗 会啊 因为它是 靠摩擦力 来作为向心力 向心力造成 向心加速度 摩擦力有最大值 就是 最大近摩擦力 当向心力 刚好等于 最大近摩擦力的时候 那这时候 向心加速度 就会达到最大 因为再大下去 就不会维持 它的远周运动 它就会 大滑 它就不会是 稳定了 对不对 因为 超过最大近摩擦力 的话 就会大滑 那我们 就要用到题目 给的叙述了 它说 近摩擦力是 0.75 所以 最大近摩擦力 就可以写成 根据最大近摩擦力的公式 近摩擦系数 乘上正向力 那近摩擦系数 0.75 那正向力 mg 对不对 因为刚刚我们说 y牵直方向是 平衡的 所以 就会得到这样的关系 那接下来再把 这一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第一式和第二式 去做 连力 那我们可以把 第二式 去除以第一式 那就是 四分之三mg 去除以 mac 第一式除以第二式好了 那就是 右边除右边 其实也不用相处 其实也不用相处 就是综合 一和二 那就是 mac ac 就要等于 四分之三mg 因为这个mac就是 近摩擦力造成的向心力 造成的 向心加速度ac 那现在近摩擦力 达到的最大值 达到最大值的时候 它是跟近摩擦系数 正向力有关 所以最后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小m消去了 所以加速度就会等于 四分之三g 那其实 乘上 10的话 就是7.5 那这时候 我们再把它带入 曲率半径的公式 r分之b平方 这也是向心加速度的公式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把速率换成 每秒几公尺 时速14公里 自己换算一下 就是每秒15公尺 所以 我们的向心加速度r分之b平方 就会是15的平方除以r 那最后我们就得到了r 就会等于 7.5 去分之225 7.5除以225 那的确 是30 没有错 所以r的确 最小值是30 所以b是对的 有点复杂 因为它用到了 最大近摩擦力的公式 再来c选项 c选项是要问什么 地面给系统的合力 地面给系统的合力 不是系统受的合力 是地面的给系统的力 因为系统其实还有受重力 不是只有受地面的力 那地面的力是什么呢 就有两个力啊 地面作为施力者 有给这台车两个力 就是正向力和摩擦力 那最大值 就是发生在摩擦力为 最大近摩擦力的时候 所以 地面给的合力 其实就是由正向力和最大近摩擦力 去做合成 那它们刚好是直角 一个是平行接触面 一个是垂直接触面 那所以 刚好是直角 就可以用必识定理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是 N就等于NG 正向力N就会是NG 然后最大近摩擦力是 3 4NG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把 NG提出来 然后根号里面剩下 1再加上16分之9 那结果就是4分之5 所以 合力的最大值 4分之5NG NG是多少 这台车是100公斤 所以4分之5NG 的确 是多少 4分之5 乘上100公斤 1000牛顿 那结果就是 1250没错 所以C是对的 好再来最后是 倾斜角 珠汉1 倾斜角 其实这个珠选项的 倾斜角呢 它其实用到了一些 平衡的概念 但是目前我们的 课本还没有上到平衡 所以其实这一题的 珠汉1是有一点超出范围 那直接跟各位分享 它的结论就好 它的结论是 它的 摩擦力 当然它要问倾斜角 就是摩擦力达到最大近摩擦 达到最大近摩擦的时候 它的角度允许多少 因为超过了这个 最大近摩擦 它应该就会打滑 所以我们要算它的角度的极限值 我们就是以最大近摩擦来考虑 那因为要平衡的关系 那这个平衡 可能目前没有办法 讲得很清楚 所以就只好直接跟各位分享它的结论 它的结论就是 这个向上的N 会等于NG 因为它要平衡 它没有向上或向下加速 然后摩擦力作为向心力 而且很巧的是 摩擦力比上NG NG比上摩擦力 刚好是tangent theta 刚好是tangent theta 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出来 NG乘上tangent theta 就会等于摩擦力 那是在最大近摩擦的情况 那最大近摩擦又可以写成 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那正向力又可以写成 NG 所以就写成μ 乘上NG μ是近摩擦系数 它不是动摩擦 题目有给近摩擦系数 0.75 μ是0.75 好所以呢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就会发现 看一下第一个式子 和最后一个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tangent theta 就会等于μ tangent theta就会等于 近摩擦系数μ 那就会如题目所说的是 0.75 0.75其实就是四分之三 所以tangent theta 等于四分之三 这其实是一个各位熟悉的三角形 37 53 度的3比4比5 就是这样子 所以theta呢 就会是等于37度 所以极限值 它的用这样的速度去过弯 它倾角 最斜 就是37度 所以答案呢 是 答案呢 是 珠 因为1的话太斜了 53度它就要 它就要倒了 它倒于37度 所以 个容许的 就是要 就是要 小于等于37度 对 太斜了就会倒啊 所以要小于等于37 小于等于37的话 那应该是 对 答案就是 珠 所以 综合来说 答案应该就是 有 BC珠 BC珠 好 这就是这一题